禅室泰拳的基本功 我们先说一下禅室泰拳的掌型 手型 禅室泰拳的手型我们通俗的说叫娃龙掌 因为从外形上来看 手背稍稍向上拱起 手指依次向底收 很像以前那个娃拱起的那个形状 称之为娃龙掌 那个具体上是怎么做呢 实际就像我们双手抱在一个篮球上的感觉一样 双手自然舒展 手指自然舒展 微微向内合 既不可以大指和小指捏得过于拘紧 这样不行 也不要手掌向后开 整个掌心向外突出 这都不是标准的动作 是掌心内侧向外舒展 先打开 打开之后 在比较舒展的状态下之内 大指小指 微微向里合 也符合我们泰拳 内进往外撑 外进往里合的基本要求 也就是说 虎口这个地方是自然舒展状态 不是说要故意撑开 也不能明显过于向里捏拢 舒展放松的状态 其他手指呢 指缝不要过于并拢 要自然舒展 微微向里合 像按在一个球上的感觉 内进 掌心内侧向外外开 开在基础上 大指小指 微微向里合 就像要把球抓起来的感觉一样 整个手背有龙旗的感觉 像一个拱形 所以说瓦龙掌 手形基本确定之后 但是它并不是说是死的 一成不变的 我们整套拳 这个手就一直像这样 像甲肢一样 要随着动作变化而变化 这个呢 只是一个基本手形 手背向上扑的时候 手指放松下坠 向下按的时候 要坐腕 手指自然上翘 顺蝉的时候呢 小指领进 逆蝉的话呢 拇指领进 这个手要随着动作变化而变化 相应的 不要变成一个假手 塑料手一样 基本手形 就是这个状态 瓦龙掌的特点 同学们 你们清楚了没有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及转发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